叶署长所提出的很多的 非常宝贵的证件 包括支持新建书滑梯 傅宫启一定全力来把它完成 初选的结果很清楚表达 因为初选的不公 以及对民意的不尊重 造成有今天这样的一个民意的反弹 总统府那边有来关心 那总统怎么对你说 就是鼓励他 当初我要下来 其实 马总统还有刘院长都很 都很犹豫啦 就说要不要下来 那但是是我坚持说 我希望回到芭脸这边来 我就住在这里 这里也成立办公室 我想还是长久在这里经营 一起 所以鼓励叶金专去 人家很坚持要去 你都给他鼓励 而且像沈医师讲的嘛 正面的人是OK的嘛 可是你现在曝露出来就是 你的领导力跟执行力出状况 而且还在延续啊 你马上27号一个云林县的立委的补选 年底还有一堆县市长的选举哦 沈大老刚刚那番话 诚意甚高 我很佩服 但是呢 但是一句话 政治是现实的 我们老百姓现在 尤其是花莲的民意啊 民意展现 展现无疑 为什么呢 我们拿一个这个广告词来讲 一个失德一个失能 老百姓的看法就是说 你失德你失能 对我老百姓有什么好处 我只要说今天这个政治人物 这个人我选出来 对我们有帮助 对我有好处 退而求其次啊 我没有办法要求要有联 要有能 所以说只好退而求其次 对我有帮助就好 但是呢 傅昆琦呢 在这一方面做得非常多 至于他的官司的部分 后面会怎么样 我们不知道 但目前为止 他已经掌握了 我看相当多的民意啊 这个民意 大家也不能忽略 那至于国民党呢 我是觉得很好笑 这个很阿Q 他说这叶金川进那边选底呢 跟马英九没有关系 那我们也做个民调看看 老百姓看看 哪一个相信这句话 跟马英九没有关系吗 绝对有关系 另外又讲了一句话了 杜立华呢 虽然民调上去了 但是后面的路不好走哦 又有傅昆琦 又有张志明 这些人在那边 然后还有民进党 虎视眈眈的 那你国民党在做什么事情 既然你推这个人出来 你要全力辅导他嘛 我觉得好奇怪 欢迎雷剑到我们的现场 我给我打断一下 我们这个调查去干员 说傅昆琦的官司以后会怎么样 他不知道 他是太客气了 他当然知道以后会怎么样 来来请教 请教一下雷剑 现在不单纯是叶金川 或者是一个花莲县的问题 马英九现在是总统啊 现在是你的领导力 跟执行力在哪边啊 人民现在看了年底的现场选举 看你的重建 对不对 包括新流感的处理啊 叶金川今天一开头讲的话里面 他有一个地方还蛮有智慧 他前面一直讲说院长跟总统叫他下来 然后他马上自己补了一句说 我回来花莲 这中间在某种程度上就显现了现在的争执点 很多人都在看党内初选 仔细去看呢 党内初选其实是用一套游戏规则 去决定在大选的时候 有选霸法所规范的所有人民的选择 所以这次你看桃园新竹 南投台东跟花莲都有初选是不是公平的这个争议 那么他在这个情况之下呢 有很多人要不然就是退出初选 要不然他就是即便了失败了 还是说要选到底 所以国民党在这一次 在由新的这个新的国民党党中要操盘的这个初选中间呢 其实在我刚才算的这几个地方都是受到了一个非常大的考验 就是你的党中央或者是马英九 因为他有的时候并不完全一样 就是党意跟上意跟民意中间呢 能不能够 而且我说的名是现在的国民党的有投票权的 按照你的初选的游戏规则的那个民意中间 他是否有结合谋合或者是你有影响和再去协商的空间 看起来现在每个都没有 所以不光是说这一次的选举结果 我们马上要看的就是 譬如说桃园的曾中毅 他虽然输了会不会选到底 新竹的张碧琴他会不会选到底 南投比较强的陈正胜 大家在民意的支持上很高 台东最后的情况邝立真 花莲呢当然就是有实力的傅宽奇跟张志明 他们都退出了初选 所以在大选中还要再碰一次 但是这一次初选我觉得无论如何 他有一个优点 就是他在最后他所公布的这个民调结果的时候 他很明确的是把每一个机关机构 把它分别的公布出来 因为过去大家质疑国民党的初选不公呢 有很大一部分质疑他在民调上面作假 所以这次因为他有不同的机关构 而且是大家同意的机构去调查 而且他分别的公布出来 那只差一件事就是说你的选样是用随机的电话抽样 还是你用特别的名单 这是另外一个党内非常大的 知道美嘎的人都知道如果作假会在这里出现的争议点 所以因为他有这个分别公布出来 他使得叶金川在判断他的民意支持的时候 比较容易正确 那可是很明确就看出来 党意跟上意呢不一定能够主导民意 胡大哥事实上都不怕碰到问题 要面对问题解决 马英九如果从叶金川这个事件里面 他看到某些的问题 执行力跟领导力 第二个他一定要赶快看得出来 桃园 新竹 花莲之外 连台东现在可能都是年底选举都会有状况的 我甚至帮他整理一下 民进党今天校正啊 花莲给马英九第一张不信任票 他们说27号云林的立委补险 要给马英九另外一张不信任票 他说桃园啊 廖正景这个一审的当选无效 现在上诉中 台中现在还有江连虎的也是一审 他们说县市长跟立委的补险 都会对马英九投不信任票 我想民进党把 马英九雷达的视角都把他点出来了 我想马英九看到这个都要心惊胆跳了 其实马英九已经错失一个机会 你刚刚问得很好 当莫拉克台风 如果立即内阁改组 隔盔换掉 重新出号 形式不一样 他因为内阁拖嘛 马英九是最想保住这个刘兆全 最严重的倒不是民进党 是让国民党内部 产生一种观望 你马英九你不动 你也不让我们参与 让我们做好戏嘛 看好戏嘛 所以我刚刚讲的 都是我跟一些国民党高层 党务跟立委谈好的综合心得 现在党务系统有一种想法 跟立委有一种想法说 好吧 马英九你十月要去党主席 两个月后你败选了 请你辞掉党主席 再次 就说你现在把台湾切西瓜切下去嘛 东边都输掉了嘛 宜蘭 花莲 台东 都不是国民党的天下的嘛 形式啦 宜花东都没有了啦 那更不用说还有局部的 还有局部像新竹县啊 可怕还有变数啊 党内看好戏就说 等败选以后 你非内阁改组不可了 非持继党主席不可了 总统会加分不可了 2020 2020交出来 我们自己党内大家自己来处理 这国民党一种氛围出现哦 这可怕马英九还不知道 我把它讲出来 换句话说 我说过了 莫拉克风灾 心流感 心流感我们不知道会怎么样 刚刚看中南美洲的情况 是非常严重 那我当然希望台湾不要恶化 但是加上达埃喇嘛后续 达埃喇嘛表现他应该没问题 但是 现在所引发的两岸关系 今天国民党高层 这种高层估计说 是伤脾没有伤骨 这是我们的强法 那北京怎么想还不知道 我说还要看看北京 要不要继续给马英九 释放力多 我不知道 换句话说 形势那么险峻 你马英九是没有因应的 只有没有因应我几个例就好了 我们这二四大战场 日本攻打上海攻打南京 有个老官僚叫唐森志 他带十万大军 守南京 他手都不住 他直接躺在床上 他老军团认为说 我这个军人只要躺在床上 就好像兵每个都躺在地下一样 敌人打不到我们 日军势如破毒打进南京城 三十万屠杀 唐森志的战法这样战 今天你马英九一样嘛 我躺在床上什么事都不做 那么应该民进党啦 民间的反应就过去了 是这样子吗 还有台湾未来 是不是这样 所以马英九 如果说还来得及的话 立即进行内阁改组 恐怕还让党内士气重整起来 如果这样下去的话 我看国民党的党内跟立委系统的看好戏这一点 我们做判官者总要把他顶出来 神医师 马英九应该惊醒了吧 内阁改组就是一个很重要的 这个我觉得马英九并不骄傲 刚刚宪宏讲他很骄傲 我是不太同意的 马英九是跟人家有一种隔阂 有一种默 就是说真的没那么大 你兄弟 这是很难改进的一点 不过我觉得民进党党中央跟他的文宣布 今天其实是滥用不信任票 这个名词 如果你严谨来讲 是要总统出手 然后国会否决 这个才是不信任票 第一张不信任票 其实是我在立法院 监察院副院长的庭幕 没有通过 那才是第一张不信任票 但是我觉得今天民进党党中央 不是这样讲 他是用广义的 但是如果广义的话 那今天叶军他不是第一张 今天全国从北到南 他不信任票满地都是 怎么会这是第一张呢 但是我必须有一点 跟雷先生的看法不太一样 我觉得今天国民党在初选过程中 有争议的地方有几个特点 第一都是深难必胜的地方 那个输的地方都不会这个样子 这都是鞋子嘛 鞋子比较好 第二点派系族群 尤其是敏克的纠葛 非常严重的地方 第三呢 就是说这些人 本来大营的 像新竹线 本来大营说要怎么论啊 要怎么论啊 壞了呢 可以给出来最后党纪处分 国民党党纪处分 他很 Fox 万 Fox 万个万 universes ,跟党纪出来 然后党纪已经不成功了 那个找不来 但是这一点 刚好就是马英九总统 最弱的地方 你就是那个最弱的地方 不会做 你请别人去做嘛 你不是要到第二线吗 我觉得赛门地区 算计的事情 马英九其实是比较适合在第二线 我们现在最关心的 不是只有马英九的选举的问题 是他是总统 他怎么带领这个国家 新流感的这个疫情 有沒有辦法好好控制住 你的重建做得好不好 現在有一個新的颱風 好像可能這個週末決定 會不會來 那個不會來 會不會來 我鐵口時段不會來 好 有太多的考驗在了 那這個總統該怎麼辦呢 剛剛史勵斯有很多很理性的這個建議 蠻久看到了嗎 可是執行力在什麼地方 我們等一下繼續討論 慢慢回來